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4年2月12号 周一晚上的6点45分 今天的四大指数 标普和纳指收跌 罗素领涨 而且是突破了之前给过的关键的上行 压力位就是201美金 那么中期的波段会上看至212到228 大家自行跟踪 好 今天的节目 咱们还是首先来说几个经济数据 然后和大家也重点讲一讲关于ARM ARM这只股票 在过去的几个交易日里边 是几乎是翻番了 很多朋友会说 是不是嘎空导致的还是什么原因 今天和大家来讲一讲 包括要注意一个日期 因为这个日期可能会导致流通股大幅的增加 好 咱们首先看一下 关于今天的几个简单的经济数据 首先第一个是来自于 纽约联储对于消费者通胀预期的调查 未来一年和五年的指标保持不变 而未来三年的预期有所下降 一年期的通胀的预期环比还是3%不变 是2021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也是20年前平均水平2.8% 这个比这个还是要稍微高一点 但是越来越接近了 三年的预期是从2.6%降到了2.4% 目前是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远低于20年之前系列的2.9%的平均水平 五年期的通胀是保持在2.5%不变 是2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么本周比较重要的一个经济数据 是明天1月的CPI 目前的这个CPI的预计 认为经过季节性调整后的汽油价格 会比12月下降2.5% 预计整体的CPI的月率会增长0.2% 年率是增长3% 核心CPI的月率会正增长0.3% 年率是增长3.8% 都是和前值有所下降的 好 今天数据看完之后 咱们来简单的看一看 关于和人工智能的相关的一些调查 人工智能现在是比较火的领域 其实也是逐渐的运用到了金融交易过程中 就是咱们的金融投资 在过去的几年里边 实际上人工智能 已经是开始提供了各种交易功能 包括什么交易预测 包括对于识别市场情绪的实时的威胁 很多都运用到了人工智能 所以有人说 人工智能是一直在重塑金融的未来 正好今天我也看到了一个 来自于摩根大通的调查 这个调查还是非常的有前瞻性的 这份调查显示 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 正在压住人工智能在未来交易中的作用 在65个国家和地区接受调查的 4010名机构交易员中 61%的人预计 未来三年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会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交易技术 咱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表上 之前2022年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只占到25% 但是2023年稳步提升到53% 24年已经跑到了61%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度 那么排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之后的 是应用程序的接口API的集成 13%的受访者 选择它作为塑造未来交易的重要技术之一 但很明显从2022年的19% 已经开始下降 重要程度正在下降 另外还有根据受访者的调查显示 区块链或者分布式账本技术和量子计算 占到了7% 移动交易应用程序和自然语言处理 是吸引了6%的受访者 另一方面这张图表上能看到 机构对在其他技术在交易中的作用 是越来越怀疑了 包括移动交易应用程序和区块链 自2022年以来 区块链和移动交易应用程序 作为有前途的交易技术的投资者 分别减少了18%和23% 区块链是从2022年的25%的重要性 下降到了7% 移动程式是从2022年的29%下降到了6% 所以大家认为人工智能才是现在 未来对于金融投资最重要的一个技术革新 其实包括像人工智能 最近很火 大家也不是靠嘴巴上说说 市场对于整个人工智能的压注 实际上是前所未有的凶猛 美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公共养老金公司 加码了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的股票 咱们来看一下 加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的基金 CALPERS 在四季度是加倍买入了英特尔的股票 大幅增加对英伟达的投资 购买了更多迪斯尼的股份 但是是少幅的削减了Netflix的仓位 那么他们这家公司 目前管理超过4800亿美元的资产 是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者之一 我们看一下他的加仓 他的加仓四季度是购买了810万股的英特尔股票 2023年年底总共持有1610万股 那么购买了180万股的英伟达的股票 四季度末共增持750万股 这个幅度也不小 还有加仓的是加仓了这个 迪斯尼的股票170万股 时仓达到了660万股 减仓的方面是截止到2023年底 出售了28464股的Netflix的股票 目前还是持有比较多的 还有78万多股的Netflix 好 这个就是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些 最新消息的解读 然后回过头来 还是来说一说关于今天大盘的走势 今天大家可能看到盘中本来是 这不是一论爆拉上去对吧 涨得好好的怎么从一点半左右开始 就大幅的崩溃 而且连续的两次下跌呢 其实今天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由算法交易末日期权 它主导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基本上是跟基本面 没有任何关系的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消息去让它崩溃 因为我们去看这张图表 你可以发现 这个黑色的线是标普的走势 那么红色的线是末日期权的价格走势 从上涨的过程中就能看出来 是由末日期权推动的上涨 后面是由末日期权导致的下跌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算法交易 对于平静的 没有什么太多消息刺激的市场来讲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感觉疯疯癫癫的对吧 突然好好的 如果大家一定要找原因 这个就是原因 所以大家其实很多时候说日内的这些波动 有的时候是很无序的 而且你没有办法去提前预知 那么说到关于期权 还有一个消息 要跟大家讲一下 本周五是有大量的对冲伽玛的期权到期 这个对冲伽玛期权到期之后 就周五的时候 平仓之后 从下个星期开始 市场会寻找新的动态平衡 这张图表是高盛提供的 多头伽玛的头寸的金额 是70亿美金 这是今年以来最大的 如果算上过去的一段时间 是去年有一次比较高的熔断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正伽玛非常高的时候 但是这个现在70亿是今年以来最高的 但是到本周末这种做多伽玛的 对冲的头寸会显著减少 70亿中有60多亿美元将在周五到期 还有一个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边 和大家也讲过的一件事 就是从下个星期开始 市场会进入2月的最后的两个星期 什么意思呢 2月的最后两个星期 从历史上的回报来看 是最差的两周 2月底的最后两周是最差的两周 应该说是倒数第二的差的两周 那一次还有一次是9月份 但9月份现在离不是很远嘛 对吧 可能是现在今年会面临的最差的两周 如果在下个星期开始 出现了连续两周的不错的回调 那么大家也不要觉得特别的意外 再加上本周的对冲多头的 伽玛的头寸到期 那么如果他们的方向发生改变的话 下个星期说不定就有回调 所以反过来讲 本周之内大盘可能还能乐呵一周 对吧 还能稳稳荡荡的 在上面能够震荡震荡 甚至往上再能小幅的涨一涨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 最后想和大家来讲一讲 关于ARM这支股票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包括今天在过去这几天发生的故事 其实ARM这支股票 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涨 是不是由于嘎空导致的大幅的上涨 实际上不是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它和嘎空没什么关系 它是非常真实的多头资金在狂买 ARM这支股票在2月8号是涨了47% 今天又飙升了29% 过去的三四个交易日几乎是翻倍了 对吧 这支股票几乎是翻了一倍 那么其实这种大幅上涨的交易 对谁是最有好处的呢 对于软银 对于软银是一笔意外的财富 因为这个公司在ARMIPO之前就有ARM的大部分的股份 当时是全部股份 后来IPO之后放出来一部分变成流通股 现在还持有大部分的股份 ARM在2016年是被软银以320亿美元收购 它试图在2022年的时候以40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英伟达 但是没能成功 因为当时交易监管机构是否决了这个交易 那么在IPO之后释放出了部分的流通股 软银现在还持有ARM超过90%的股份 高达9.297亿股 这是他们的持有量 目前ARM的市值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是来到了1531亿美金 软银持有的股份价值是超过1290亿美金 这个是比软银自己的840亿的市值还要高的 之前我看到推特上有很多传言说 这个股票现在是被大幅的嘎空 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去调研数据会发现 截止到12月31号 这个股票的空头头寸是930万股 差不多是和每天的日均交易量差不多的 那个时候日均交易量是比较少的 对不对 那么财报公布之后 它的日均交易量周四的时候 飙升到了1.06亿股 今天的交易量也是大幅的攀升 达到了7400万股 虽然我们说ARM整个的股票多于10亿股 但是只有9500万股在市场上公开交易 那么我这里要提醒一下的是 到3月12号之后 流通股可能会显著的变多 因为包括软银在内的部分的持有人 股票的禁售协议将于3月12号到期 也就是可以去卖股票了 所以现在是盘子很大 但是流通股很少 就产生了这种所谓的 期货可居的情况 大家拼拼的买对吧 股份不够 太少了 但3月12号之后 大家想买多少 可能他就会给你多少 另外一个就是根据S3Partner的数据 他们是跟踪卖空活动的数据 显示ARM确实是一只非常容易受到挤压的股票 那么空头的头寸在这个月 已经累积损失了6.99亿美金 但是它不是近期暴涨的理由 也不是软空 是实实在在的买家 因为所有的软空股票 即便我们说空头全部因为软空卖掉 平仓 然后回补 它也只占到在过去四个交易日 总交易个股数量的4% 一个个位数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大家也不要认为是软空导致的 是因为确实有人在利用流通股比较少的特点 正在大肆的购买 那么对于这只股票的基本面的情况 我只提供一下核心的数据 然后大家认为的贵和便宜 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盘算 24年3月的前瞻EPS是1.12 市场的共识差不多 这个有可能会往上调 我们基于当前的数据 是前瞻比 如果从2月10号的股价来看 是100倍 从今天的股价来看 差不多就到了140倍 25年3月的前瞻的EPS是1.43 那么2月10号是78倍 截止到今天100倍 这是它的一个大致的情况 所以目前它的技术面的情况 是下面有几个小的支撑 然后其他的地方是没有任何的支撑 上方也没有任何的压力的 所以是一只目前正在激烈搏杀 然后一只可能会搏杀到3月12号之前的一只股票 请大家自行决断 对于这种股票 前景肯定是有 但是值不值当 或者你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什么样的 你是不是用一笔可以亏损的资金 正在压住它的未来 这个很关键 因为你投资成长股 投资这种高成长性的股票 你肯定希望的是未来获得较多的回报 但是这里边潜在的 我们说存在的损失 也是你需要考虑的对吧 需要考量的 我们投资不能说买进去以后 只想着挣钱了怎么办 挣钱了买什么车 买什么房对吧 挣钱了吃什么好的 也得想想 如果回调了下跌了 如果你是满仓追进去 那你会发生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市场的环境很好 然后你去长线 投资这只股票 看它的一个长线增长价值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注意短期的这种波动性的风险 好 这个就是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 ARM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跟踪 今天我就准备只说这么多 因为今天大家可能听我的声音 也会发现我的状态 其实不算很好 身体有一些不适 所以咱们节目稍微简短一些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 评论和转发 那今天节目到这 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不见 不散